大家好,我是惠惠 记得小时候,每年的年夜饭上都有妈妈做的蛋饺 好多年没有吃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做吧 这里介绍一款纯肉馅蛋饺的做法及摆盘 取500克3分肥7分瘦的肉末 加50克的姜末和50克的葱碎 搅匀后加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四分之一茶匙的白胡椒粉 二分之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的糖 二分之一茶匙的老抽上色 四分之一茶匙的五香粉提香 搅匀后打入一个鸡蛋 可以使肉馅滑嫩 最后加入一勺香油 给肉馅提香并锁住肉馅的水分 第二步来准备蛋液 取八个鸡蛋打入碗中 充分搅拌均匀 尤其要把蛋白打散 准备一些淀粉水 一勺玉米淀粉 三勺温水 加适量的淀粉水 可以使蛋脚皮容易成型 加一勺食用油 会有效地避免蛋脚皮粘在锅底上 不粘锅刷一层油 用一平底汤勺将一勺蛋液倒在锅底 并轻轻地在蛋液表面画圆 待蛋脚皮成型放入适量的肉馅 将一边轻轻翻起盖在肉馅上 用勺子背顶住肉馅轻轻往下按压 一个蛋脚就做好了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 记住一定要轻轻地往一个方向转 尽量让蛋皮厚薄均匀 可以看出 加了淀粉水和油的蛋液 非常容易成型 这个快且简单 零失败的方法你学会了吗 掌握了技巧 一会儿就做了一盘 下面来演示一下 扶带蛋脚的做法 用同样的方法 做一个蛋脚皮 在中间放入一小点肉末 脚皮对折翻起 用筷子从肉馅的两边将脚皮夹起 就形成了一个扶带蛋脚 它样子很可爱 有点像上海小馄饨 用它来做一道菠菜粉丝蛋脚汤 既美味又有颜值 做好的蛋脚水开后 大火蒸10至12分钟 上周前可以给它摆个造型 提升一下颜值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在视频的下方点赞或订阅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60分钟 8分钟 6分钟 1分钟 1分钟 3分钟 1分钟 1分钟 2分钟 3分钟 2分钟 3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